温承辉对战张晨 首先有请温承辉登场 我们成功地做到了一个90后应该做到的事情 我们成功地证明了90后也能够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创业者 华少老师的指导非常用心 大家都觉得非常惊讶 居然华少老师这么有名 会愿意帮每一个选手这么用心地去指导他 所以非常感谢他非常用心地指导我 他比我期待 他很想上台 我对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很认真地在听 一次一次地重来 一次一次地试 完全看不到不耐烦 这不是他擅长的领域 他有自己很擅长的领域 他做得那么好 但是他可以一次一次地接受那些所谓的意见 一次一次让自己去尝试代表他很期待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你可以真的可以作为一个时代榜样 能给到更多人的正能量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向你学习 大家好 我叫温承辉 温总 你好 谢谢 谢谢 平常人们是称呼你温总吗 你习惯吗 我在公司呢 叫我小灰灰 各位 他叫温承辉 你说 我们听 每个人啊 都会有一首最喜欢的歌 我也一样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叫 倔强 开头的歌词特别打动我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 我觉得这句歌词 简直就是我的真实写照 我出生在一个潮汕地区的小家庭里 刚上大学的时候 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五百块钱 那个时候上完体育课 连瓶水都舍不得买 大家也看到 我长得也很一般 我去外联部面试的时候 第一轮就被刷了下来 他们说我长相不符合要求 是不是很心酸 但是啊 我很幸运 我发现了一个商机 这个商机救了我一命 我发现学校的风景很漂亮 我把它画成了明信片 一张两块钱 很多同学喜欢 一开始啊 我社友他们都看不起这个小生意 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 我用半年的时间 就把明信片 扩展到了二十个学校的市场 赚了二十万 我觉得我自己好厉害 我想 我把明信片从设计 到印刷到销售 所有的经验 都写成标准文档 二十多页 我想有了它 我就能从二十个学校 做到一百多个学校 在做到全国三千多个学校 甚至那时候我们想过 也许有一天 我们能做到哈佛大学去 哇 我觉得自己好厉害 我就像比尔盖茨一样的天才啊 我毅然决然的就休学了 从学校十平米 还漏水的复发器搬了出来 在市中心 租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豪华写字楼 那时候超嚣张 到了办公室之后呢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端着个茶杯 站在窗边 看着远处高耸入云的广州塔 和地上蚂蚁般大小的人群 我就在那感慨 我说虽然我还没有赢取白富美啊 但我依然走上了人生巅峰 我骄傲 我和世界不一样 在业务上呢 我也开始变得非常激进 激进到什么程度 以前我一个月 只做三个学校的产品 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 现在我一个月就要做二十个学校 可我没想到的是 插画师的工资啊 房租啊 印刷费啊 仓储费用 全部都要先付 但我卖明信片的钱 却没那么快能够收回来 这么一来 干了三个月 我们发现 原来二十万的现金 现在只剩下两万块钱了 这个怎么办啊 我们想过去借钱 但是银行不肯借钱给我们 我们变卖了所有的家具 这都不算什么 那个时候 我最痛苦的事情 是我不得不裁员 面对一帮和我一起奋斗的兄弟 明明上个月 我还承诺着他们 我们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但这一秒 我却要告诉他们 因为我的失误 他们都得失去工作 我觉得自己窝囊急了 我回到宿舍 装进被窝里 我就在那里面哭 哭到深夜的时候 我起身走在阳台上 看着窗外 一片寂静的教学楼和宿舍 所有的同学都睡着了 我第二次觉得 我和世界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好幸福啊 他们可以上课 上完课 没事就去打球 去追女孩 但我却选择了创业 还把事情做得这么糟糕 那个时候 爸爸跟我说 他说 就是那个什么马云 把你给害了 如果不是他 我儿子肯定不会去创业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我们的人生 就应该跟别的孩子一样 乖乖地上完大学 就去考公务员 那一刻 我非常伤心 甚至有些绝望 我在想 我是不是 不应该跟世界不一样 后来 我就像打不死的小墙一样 不断地被打倒 又站了起来 我先后转型了三次 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终于 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我找到了 礼物电商这个方向 创办了礼物说 它就像我的救命稻草一样 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了 把我再一次的 从一个屌丝 又逆袭成了大家口中的 90后马云 我拥有了很多童年没有的东西 我再一次的世界不一样 但这一次 我不再膨胀了 因为我知道 真正让我骄傲的 不是我取得的那些所谓的成绩 而使我敢于坚持和世界不一样的勇气 从我们一出生开始 就有无数的人告诉我们 该上学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上学 考一百分 该找工作的时候 你要老老实实地找工作 该结婚买房了 你们就要攒钱 去结婚 去买房 一切都要按部就班 仿佛我们的生命 就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 这太可怕了 在座的各位 你们愿意 你们的人生 就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件产品吗 偏离所谓的正轨吧 失败又怎样呢 绕点路也无妨 不要害怕和世界不一样 就像绝强那首歌唱的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 那就让我不一样 小灰灰 在你第一次去跟投资商见面 吸引风头进入的时候 你用你的演讲 当时吸引了多少 我第一轮融资是拿了一百万块钱 第二次是多少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就这两次是吧 第三次是三百万美金 第四次是三千万美金 加在一起 三千三百万美金 又两百五十万人民币 你这四次 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前面任何一次 有今天演讲的水平 你可以一次性的 抓进来 三亿三千三百万美金 谢谢老师 我在觉得你的这篇演讲稿当中呢 我最感到惊讶的是 全国人民都把马云先生当成偶像 可是你竟然来了一句 就是那个马云把你给害的 那这一句话我觉得相当强眼 强耳 可是也好像有点道理 所以整篇演讲来讲呢 我不会用一个很传统的 来审阅演讲的角度来听 反而我会觉得好像是一个 路演 路演 项目介绍 对 所以今天我听得很舒服 前途无量啊 小灰灰 谢谢 可以补 我会加油 你有一个细节 我印象很深刻 那显然是你真实的经历 就你端着一杯咖啡还是茶 特别得意在窗前 看着远处 看着脚下 我觉得每个人 在成功到来那一瞬间 我跟你说 多少 不管时间长和短 至少有那么一瞬间 你会双脚离地 但是很快生活 会让你轻轻地 或者重重地 落地 以优雅或者不优雅的方式 落到地上 但我觉得你特别棒 你很年轻 你就有那样的智慧跟清醒 加油 小灰 谢谢 我真的很开心 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虽然她考演讲 为自己赚到很多钱 但其实呢 她在舞台上啊 她现在还有很多 很屌丝的心态 但今天你逆袭了 你真的做得很好 只有我们知道 一开始你站在这里 是什么样子 只有我们知道 一个 让别人觉得 90后马云 这样一个创业奇才 一开始站在这里 是什么样子 只有我们知道 她一开始 到底会紧张成什么样子 你是我在我们学院当中 即使让我骄傲的一个 屌丝逆袭 今天站在这里 充满着光辉 我们计创丝来 我们爷爷爷的